花五毛钱买了一个大洋葱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咱们农村里面的神仙吃法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见过 本没吃过 准保你学会这个做法之后啊 全家老小都爱吃 就算是顿顿吃都不腻 隔壁家的邻居都缠着直流口水 大家好 这里是白片小厨房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洋葱 把它的头和尾巴全部切掉 再从中间一分为二 放入盆子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将洋葱翻一个面 切口向下 用手轻轻的拌一拌 让里面的食盐充分的溶解在水里面 我们都知道洋葱好吃 但是在切洋葱的时候 基本上每一次我都是含着泪切完的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种特别刺激的气味 相信很多朋友都受不了 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很好地去除洋葱的这一部分刺激性气味 把洋葱放在里面浸泡五分钟 接着准备一个碗 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用一双筷子把鸡蛋搅散搅搅搅搅成均匀的鸡蛋液 搅鸡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三根筷子 三根筷子的话搅搅出来的鸡蛋液会更加均匀 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 搅搅鸡蛋比较熟悉 技术比较成熟的话 也只需要两根筷子就可以把它搅搅均匀了 鸡蛋液搅拌成这个样子 放在一旁备用 下面来处理洋葱 在盐水里面浸泡了五分钟的洋葱 现在呢气味已经大大消减 将它取出来 将盐水倒掉 然后再多换两次清水 漂洗一下 把表面的食盐残留 冲烧干净即可 洗干净的洋葱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切了 把它切成这种比较粗一点的细丝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被咱们这样处理过的洋葱 不管我们把眼睛真的有多大 切多少 都不会再泪流满面了 根本闻不到刺激性的气味 全部切好后 我们现在用手将它打散 接着再用菜刀 把它切得碎一点 这样呢可以让洋葱里面的 营养成分和香气 更好的被释放出来 就算是这样切啊 你都闻不到洋葱的刺激性气味了 切成这样收入碗里 然后把我们刚才搅拌好的鸡蛋液倒进来 用筷子搅拌两下 让鸡蛋液和我们的洋葱水 充分地混合在一起 生活中我们常见到洋葱和鸡蛋的搭配方法 就是鸡蛋炒洋葱 炒出来的鸡蛋和洋葱 虽然营养美味 但是洋葱的颜色却一点都不好看 搅拌均匀后 撒入一点胡椒粉 给鸡蛋去腥 再加一小勺食盐 适量的味精 因为洋葱和鸡蛋的味道就已经够鲜美了 所以呢其他调料一定不要再加 只需要加胡椒粉和食盐 就可以了 其他的调料就不用再加了 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我们的洋葱充分地入味 搅拌七七四十九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根蒜苗叶 将它对半切开后 再切成蒜苗花 收入碗中备用 锅里的油集成热 我们把洋葱鸡蛋倒进油锅里 油不需要太多 放入平时我们炒菜的量即可 先不要着急去翻动 用铲子 将中间的洋葱鸡蛋往外轻轻地摊开 这样中间的鸡蛋液 熟起来才更加的快 不然的话外面都已经煎糊了 里面还是生的 我们再往外推开的时候注意 我们的盘子有多大 就尽量把我们的鸡蛋饼摊得多大 这样呢装起来也更加的美观 全部摊开后 两只手抓住锅的把手 轻轻地这样晃动 这样才可以让鸡蛋液中间的那一部分 更好的定型 熟起来也更快 鸡蛋液不容易被煎糊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时候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 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鸡蛋完全定型后 现在我们来给它翻一个面 可以看到鸡蛋的底部已经煎至这种的金黄色了 非常的香 继续地晃动锅体 这样可以让鸡蛋更好的被煎熟 晃动个二三十下左右 这个时候咱们的洋葱鸡蛋饼就煎好了 把蛋饼翻过来看一看 这一面也完全简直定型了 想要吃的老一点 可以再把颜色健身一点 趁热将我们的洋葱鸡蛋饼 倒入盘子里面 用刀将它分切成小块 我这里切成了小小的扇形 你也可以切成小方块 菱形都可以 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即可 这样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做出来的洋葱鸡蛋 比洋葱披萨还要香哦 外酥里呢超级好吃 洋葱鸡蛋这样做出来 里面的洋葱还特别的脆呢 还能冒汁呢 而鸡蛋中间也特别的软呢 外面有一层焦香焦香的味道 特别好吃 也吃不到洋葱的怪味了 学会了这个做法之后 相信很多不喜欢吃洋葱的朋友 也会爱上洋葱鸡蛋的 喜欢吃洋葱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那好了 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你收看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